今年33岁的西安男子张贝源是一个新潮的首艺人 中国传统面人技艺和动漫是他难以割舍的爱好 为此他将二者合二为一 用面人技艺做起了动漫手办 寻求传统文化与二次元的融合 2月22日 记者来到张贝源的工作室 了解他制作面人的过程 张贝源称自己从小就喜欢动漫 高中毕业后便去日本留学学习动漫 并在多部热销动漫中担任背景师 后来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 结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 开始学习捏面人技艺 这期间去过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考察学习 现已制作面人技艺有五年了 被朋友亲切称为面人章 在做面人的时候我们讲究的是搓捏拉揉 做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面团搓得很圆润的时候插在小锅上 把他的三听五眼了 鼻子眼睛嘴了高度低度调整之好 然后再把他这个做的角色的一个神态 慢慢调整到位 这就可以了 主要还是在于头部的一个刻画的描写 2017年 张备元在西安南郊一家书城里 开设了一间工作室 每天捏面人 为少儿开展捏面人培训课等 记者在工作室看到 室内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面人造型 时不时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咨询 虽然他比较小 只有三岁一半 但想让他感受感受这个氛围 来书店看看 本来是想挑一两本他喜欢的书的 但是呢 我觉得像这些泥塑呀 沙画呀 绘画呀 只要他感兴趣的 都想让他多接触接触 多看看 我觉得这种题材对于小孩 对于他的创造力呀 想象力呀 其实是特别好的 随着对面人记忆的深入了解 张备元发觉 日本动漫文化 与中国传统文化 有不少相同之处 他将自己所学的面人记忆 与日本动漫造型相结合 创造出了不少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其中以中国经典名著 西游记 水浒传等人物为原型的设计作品 颇受欢迎 在面人创新的方面 我是更多的 还是融入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 国外的漫画啦 动画片的元素 以及游戏的里面的很多元素 放在这些传统的角色身上 去展现出他独特的一面 张备元表示 目前他的工作室逐渐步入正轨 也确定了创作风格 未来他想让这种中国元素 能够在全球传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传统人物形象的面人